新闻一开始要告诉你的是 我国资深媒体人拿督黄世韵 今天凌晨在医院逝世 得年59岁 黄世韵的儿子黄志文 向马新社证实了父亲的死讯 他透露 在父亲感到身体不舒服后 家人把他送到了医疗中心 他也指出 父亲患有心脏病和中风病史 曾经在去年11月心脏病发 也是马来邮报总编辑的黄世韵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 在英文报章新报 开始了他的媒体生涯 曾经出任新报的执行编辑 后来被任命为马来邮报的总编辑 秦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也在社交媒体悼念他的离世 说媒体界失去了一位 让人敬重的资深媒体人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 也对他的离世感到伤心和震惊 希望家属能够坚强度过艰难时期 也对他的离世感到伤心和震惊的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